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维宾 那前两天大家有没有在这个 跟着Ansure Fit and Home Staying Strong Together with Ansure Go 一起做运动呢 那Ansure Go除了提醒您要强身健体以外 现在还有竞赛好康要介绍给大家的 他们会送出两百份的tracker 要怎么赢取呢 是 那要赢取就非常的简单 那首先你只需要购买一罐 850克的Ansure Go Coffee 然后就将这个产品 以及购买的收据拍一张照片 那步骤二呢 就是以你最创意的方式呢 拍下和Ansure Go Coffee的运动 或者是锻炼的照片 并发布在个人的这个social media 比如说有facebook啊等等的 而且呢很重要的 一定要标记这hashtagAnsure Go hashtagStronger Together 然后呢就以这个最有创意的照片呢 就可以获胜啦 那最后的这个步骤呢 就是将一和二提交到竞赛的Google 连接就可以了 那如果大家要知道更多的详情 就请到About Mommy's Group facebook page 竞赛呢这个日期是从5月22号 而是到5月22号截止的 所以大家要Stay Strong and Win 是的 没错 那近期我们都说要加强我们的免疫能力 那今天呢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课题呢 AG说这个呢 对于我们增强免疫力 可以有一定的帮助的 值得就是白萝卜 马上进进今天的主题 白萝卜属实质花科植物 在饮食和中医食疗领域被广泛使用 白萝卜除了能成为桌上佳饶之外 它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 而不同的营养成分对人体有着不同的功效 在这疫情肆虐的非常时期 人人都想要增强自身免疫力 以保护自己免受病毒感染 据说白萝卜中含有的某种物质 能够帮助细胞吞噬细菌异物 进而帮助增强机体免疫力 此外白萝卜也对防癌有一定的功效 那怎么样的吃法才能摄取最高的营养价值呢 吃白萝卜时又有什么注意事项 今天就留守活力加油站 一起来了解吧 增强机能免疫力的这个白萝卜 我也想要 真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白萝卜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健康 真的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那今天我们就好好地来谈这一块 马上请到的就是饮食治疗师陈柔杰 哈喽 陈老师你好 嗨 大家好 是 那这个白萝卜 大家都知道说白萝卜甚至有人说它是穷人的人生 真的 到底是有什么营养价值呢 这个白萝卜为什么这么好 它里头有什么成分呢 OK 所以主要我们知道白萝卜是一种蔬菜嘛 然后这个蔬菜它的那个维生素C很高 它的维生素你可以看这个表 它的那个这是一整颗白萝卜 一整条白萝卜大约338克 它有112毫克的 它有那112毫克的维生素 然后其实我们大人身体需要的维生素 其实只需要80到90毫克 所以它已经占了我们所需要的维生素的120%左右 然后 确实是挺高的 而且它有这个抗氧化剂 另外这个维生素B6的话 其实是可以什么呢 可以帮助什么 这个B6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吸收蛋白质的脂肪 它也是可以预防一些神经和皮肤的疾病 嗯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它有这个蛋白质 这个是植物蛋白质吧 对 这是植物蛋白质 也是算蛮高的 它有2克 然后它蛋白质我们都知道 它是人体细胞重要的结构 然后你可以看它的脂肪 只是0给3克是几乎0 所以也是一个低脂肪的食物 三千糖的 对 而且它这个应该这个保足感还挺高的 对 因为它这个膳食纤维也很高 对 因为它这个蔬菜呢 它的膳食纤维也是很高 然后鲜维我们都知道它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好排便 对 然后它有些糖 可是这个糖你不用担心它不是我们所谓的添加糖 它这个是自然的糖 就是食物的糖 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体力 然后它也是对身体就没有添加糖的害处了 那如果是其他的一些就是营养成分的话 还有这个钾也算是挺高的 那如果是以338克的白萝卜来看呢 这个营养价值对于钾呢 总共是有767.3 是挺高的 对不对 对 钾有什么功能的 对 因为这个钾其实它是很重要 帮我们预防高血压的 钾就是我们的基础 然后它跟钾是酸酸 就是大多数是就是从盐分来的 然后我们如果我们吃太多盐会弄高血压 所以这个钾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降低那个钾的那个效果 帮助我们预防那个高血压 所以它这个也是可以维护心血管是吗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白萝卜也有助于维护心血管 对对对 有这样的功效 OK 那再来就是还有这个钙以及酶 那它的酶其实也算是挺高的 那这个酶其实是我们多吃就可以帮我们 增强我们的骨骼 对不对 是 那最后这个酶有什么功能啊 老师 酶其实它是英文叫magnetium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比较放松的心情 有些人他们每次长期头痛啊 是长期神经紧张啊 其实这个酶其实很有帮助预防头痛 帮我们放松心情还有肌肉 然后维持神经正常的功能了 了解 可是老师我据说就是听人家说 这个白萝卜呢 因为它就一条嘛 然后其实不同的部位喔 它也有不同的一些功效的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根据 对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 其实真的是有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白萝卜它就可以简单来说 可以分成上中下的部分啦 然后它上面的部分其实就是它的水分含量最高的部分 也是维生素C含量最高的部分 而且它的这个会甜味多过大味 它会很甜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很适合用来生殖啊 或者是切丝凉担啊 或者是节制喝啊 就是所以不会去破坏它太多的维生素C 就用这样子就是最好 它的维生素C这个部分是最高的 就是OK 上方 那如果是中断 中断呢 中断它其实维生素C还高 可是这个部分最少用来炖糖 可是又有说萝卜生吃最好 到底是不是这个我们稍后再一起教老师 先谈谈它的下半部那个部位 这个是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部分 这个它下面的部位呢 它就没有这样的维生素C了 可是它的那个茄子油的含量反而最高 然后它的味道偏辣 所以它的这个就适合用来炒豆啊 或者是炒菜啊这样子 就没有这样辣 没有这样呛的味道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我们每次在吃白萝卜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呛呛的 原来就是这个芥子油 对不对 对 这个芥子油 OK 这样如果我是怕输的话 我整颗吃完它可以吗 哈哈哈哈 其实很多人也是没有讲究这样多 就整颗切了用来煮就可以了 是 没错 那如果是白萝卜的皮 会不会也有特别的一些作用呢 它的皮 其实我们刚才讨论到 它的钙质还蛮高的 对吗 所以其实那个白萝卜 那个98星以上的钙质 其实都是在它皮中 所以如果我们把皮去掉了 去掉了 那个钙质反而没有这样高 哦 好 这个皮也是很高的 那个芥子油我们刚才提到的 然后这个芥子的好处是它 可以帮助我们肠胃蠕动 帮助消化 肠胃蠕动 如果可以的话 那个皮是可以拿来吃的 OK 肠胃蠕动我就马上想到 腹泻到底会不会呢 那个关子稍后告诉你 白萝卜的这个叶子 据说也可以吃 是吗 对 其实它的叶子 就好像我们普通的那些蔬菜 这样子都是可以用来 好像青草 用来煮汤 富含纤维 还有那些微酥 还有钙质 铁质之类的 所以平时大家把它这个叶子 它菜那个头的部分 把它切掉丢了 那个其实挺可惜的 对 是很可惜 它其实好像有点像 二合一的菜 这样子来看的话 其实白萝卜真的是 全身都是薄 就是从头到尾 上 中 下 全部都是薄 都有功能 都可以吃 对不对 没错 那到底应该怎么吃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 我们的饮食治疗师呢 将会一一地跟我们相谈 千万别走开 可以 欢迎回来 是的 我们今天谈的是 这个白萝卜 这是周身都是薄的白萝卜 那现在在线上 我们有陈柔杰 我们的饮食治疗师 陈老师 是 我们马上电话连线 陈老师 老师 我们先来说说 如果是说吃白萝卜 比较适合同时间一起吃的食物的话 比较像你的食物 有哪一项呢 陈老师 陈老师 有写三样 就是肉类 还有豆腐 还有紫菜 那为什么肉类呢 其实肉类也不管 它是鸡肉啊 羊肉啊 因为这些肉类 它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然后我们知道 那个白萝卜有丰富的维他命C 所以加起来它可以 就是给身体一个很良好的营养 而且它也是可以帮助肉类的消化 很多人吃了太多肉 也就会觉得难消化 所以这个可以帮助 那个白萝卜可以帮助消化 然后豆腐也是一样 它可以帮助我们消化豆腐 还有吸取养分 然后它跟紫菜吃呢 是因为他们 那个白萝卜跟紫菜 其实两个都有花痰 还有解克的功效 所以就很适合一起吃 谈到白萝卜跟紫菜 我马上联想到这个日本料理 真的 他们一定有很多白萝卜 都有这个白萝卜跟紫菜 是 所以是非常搭配的 对 OK 那如果是说比较不搭配呢 因为据说好像就是有人 有听过就是可能你有喝中药的话 那最好就不要吃白萝卜 好像会解掉那个药性 是 老人家说是 老人家说会有吃的等于没吃 是不是这样子是不好的呢 其实它也是有它的道理存在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白萝卜 它是很容易帮我们消食下气 就帮我们消化食物的这个食品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中药 它需要留在我们的肾群里面 才可以产生那个补的作用 所以如果一起吃 它把它消化太快了 它就很难返回它的药效 没有办法吸收 就没办法吸收完它的所有的良性 所以就是任何的中药或者是补药吗 都不适宜吗 通常我们都是补气的中药 补气的中药 就没有这样适合 OK 这样子来看的话 是不是我可以这样子理解 就是说可能白萝卜它的性 是比较属于寒的 那人生这种比较补的吗 所以它就把它给综合掉了 会不会是这样子 也可以这样子讲 就一起吃对身体无害 只是就不能发挥到人生的 100%的功效 了解 影响到它的吸收 那如果说白萝卜寒性的话 那如果我在吃水果 和一些比较寒性的话 我是在想说 这个水果应该不太适合吧 其实如果跟 就跟着我的研究的话 其实它也不是很适合 跟水果一起吃 就比如说梨牙 葡萄这些 然后不止因为它是 两者都是寒性的 而那个白萝卜吃的时候 它其实还会发出一种 我们所谓的流情酸盐 流情酸盐这个 然后我们水果它就有一个 那个成分叫做肋黄酮 然后其实这两个 它们都是有相克的存在 这个白萝卜所发出的 这个流情酸盐 还有这个水果的肋黄酮 它们会很容易引发 这个甲状腺肿胀的状况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好像不适合一起吃的原因 因为它会引发那个 甲状腺的重大 了解 了解 好 那这边请教老师一下 因为我们常说 这个萝卜刚才开场 就说这个白萝卜跟红萝卜 很多人都说它是穷人的人生 那如果现在很怕输的话 我红白萝卜一起吃 可以吧 其实这个我从小到大 都是一起吃的 然后我就会发现到 其实我们科学方面是没有这么建议 可是其实你要一起吃 也是对身体无害 因为这个红萝卜 它含有这个抗坏血酸酶 它是一种酶 然后是特地针对 这个白萝卜的维生素C的 然后它就会消化掉 那个维生素C 所以就我们的身体 就不能吸收那么多的维生素C 主要是因为它会破坏 这个白萝卜中的维生素C 所以同样就是吃就等于没吃 对 吃就等于没吃白吃 是 那还有听过就是 可能如果是你有服一些细药 然后其实吃白萝卜的话 它也会把这个药性给 老人家还是说不要 对不对 对 给解掉 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也是只是一个传言而已 因为白萝卜其实不会解药效 他们也许会这么说 因为它跟那个中药 那个补去的中药 我们讨论过会有一些影响 对 其实它只是会影响到 那个补去中药的那个吸收 而不正会解药效 所以是一个迷思 对 对 OK 了解 那如果说这个白萝卜 很适宜的人群有哪一些呢 就是什么人吃白萝卜 是非常好的 恰当好处 建议多吃 其实我们全部人都 一般人都均可食用 这个白萝卜 因为它有很多好处 可是我们可以特别鼓励 好像有糖尿病的患者 还有或者是有慢性脂气管炎的这些人 因为糖尿病是因为它这个有高纤维 而且就可以帮助控制那个血糖 然后这个慢性脂气管炎 因为它有很高的维生素C 它可以帮助抗养 帮助消炎 所以就很适合这些人吃 可是陈老师刚才一开场 不是说这个白萝卜的糖分也很高吗 这样糖尿病患者吃了没有问题吗 它的糖分其实没有很高 而且它的糖不是所谓的添加糖 所以它是对 它是植物糖 它是植物糖 所以就对这个糖尿病患者 它没有很大的影响 好的 好 那在这里我们陈老师 有一位观众朋友他有一道问题 手机尾号是3321 他说 就是刚刚维兵所提到的 他说我经常拉肚子 那是不是适合吃白萝卜呢 经常拉肚子 如果经常拉肚子 因为这个白萝卜它有帮助我们消化 帮助消失下去的功能 所以就恐怕吃了白萝卜 太多白萝卜会更加严重 那个排泄 所以还是尽量少吃 比较好 但是还是建议注意朋友 对 建议这位朋友 如果你是长期腹泻 还是要去做一下身体检查 对 没错 这个腹泻是不是关乎到 因为刚才有说到 这个介子油 是可以帮助我们肠胃蠕动的 对 就也许会刺激到 弄到它会更加容易卸肚子 就是说如果是便秘的朋友 反而是建议可以多吃的 对 便秘的朋友就可以多吃这个 好 那还有什么人群 是比较不适合多吃的呢 如果不适合多吃的人 有 比如说有胃病的人 比如说什么那个 适合脂肠肺炎 有蛮肤胃炎 这些 因为它这个它会比较难 有许这些胃病人 他们会发现比较难交化 这个白萝卜 那个白萝卜的纤维很高 所以就没有这么适合吃 好 那这边有说脾虚的朋友 也不适合你 为什么呢 因为做脾虚的朋友 其实从中医方面来看 其实脾虚的人通常都是身体 比较寒的 而且他们会有个症状 是他们也是会经常写肚子 所以这个白萝卜也是比较寒的食物 也是会容易弄到人家写肚子 所以就不建议多吃 所以这些人群就要慎吃了 那有没有说 其实我们在吃的这个食量上 其实也要拿捏的准 我说过量的话可能就会不太好 那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因为可能小朋友 他们可能身体 并不像大人一样那么的强壮 那有没有说 这个头中的味道都好 你整颗吃下去 这样可能就行 有没有说他们吃的量 是不可以太多呢 对啊 所有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吃太多 也不可以吃太少 所以小孩我建议在这边就是50克 然后我们可以看了 一整条白萝卜有大概300克左右 所以50克就是大概六分之一 然后成人是100克就是三分之一 这样子的建议是取量 然后这边要提醒的是 孕妇也不可以夺吃这个白萝卜 因为它是属于寒性的食物 好 孕妇其实你会建议说 他们是要征询一下医生的意见吗 需要吗 也可以啊 就是因为每个孕妇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还是可以跟你的医生 或是跟你本身的饮食治疗师讨论的 好 那如果我怎么知道说 可能我自己食用过量了 这个后果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就是说可能我就是比较不适合吃了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高纤维的食物 所以有些人吃多了 它会很容易腹脏 或是变成狡化不良的那个情况 然后也是会造成腹泻 因为它的那个消失的那个作用 好 陈老师 因为我们的营养就可以保持得最高 就可以保持最高的那个维生素Ci 那些 因为我们通常 朋友过程中 有一些营养就会被流失去了 所以啊 可是生吃的话也是要确保 它是被处理得干净了才生吃 所以拿来煲汤 然后我们还拿来煲汤 那个反而是自选 它的温室就会流失了 了解 OK 如果想要吃到最佳的最完整的营养 对还是生吃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程养师 谢谢 谢谢程老师 好 保重 是 OK 好 那当然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生子搞好 趁这个行管令期间 反正大家锁在家里 就不如就保重一下 照顾自己一下 对不对 平时都说很忙 没时间 真的 好的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呢 我们有另外一位朋友呢 他要跟我们分享 这段期间呢 他做了一些什么善举哦 那相信在这段期间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 哎呀 待在家里 虽然自己待在家里有点闷 可是有很多流浪在街上啦 或者是比较贫穷的人家 其实是连饭都没有得吃的 是 没错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连线这一位哦 其实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慈善机构的一个总务 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会帮助一些弱势团体啊 然后也会捐助物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些善举哦 马上请到的就是这位陆甘泉先生 陆老师你好 陆老师你好 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先跟我们说说其实你们的单位 UNI HOPE其实是一直以来都在做些什么呢 UNI HOPE咧我们一直以来的宗旨都是 帮助那个有需要帮助的人哦 然后当初我们成立UNI HOPE时是觉得 应该把慈善工艺做到参透力比较大 嗯 然后范围比较广 和能更有效率的帮助到社会上更多需要被帮助的人 嗯 这个初衷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改变过 了解 但这一次这个行管令的这个期间 你们的那个慈善机构其实又做了些什么呢 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 呃 在疫情的前期就是那个时候MCO还没有开始 嗯 我们还那个时候还能送饭给那些 已经经过审核的收惠群体 嗯 而这些收惠群体呢 都是一些比较贫穷的家庭和那些流浪在街上的街友们 嗯 所以 呃 但是在这个MCO期间呢 我们只能在不接触的情况下做这种送饭的活动了 嗯 因为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 是 那据我了解你们这个机构的发起哦 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街友有关系的对不对 哦 对对对对对 一开始的时候啊 啊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几个人而已 就是讲 因为是民营的形式去做嘛 我们只有几个人 然后时常看到一些街友在垃圾桶找食物吃啊 嗯 在快餐厅吃别人吃生的食物啊 嗯 这个情况我相信到现在其实大家还能看到的 嗯 所以 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在能力范围内可以做到的 我们就派饭给这些街友咯 嗯 至少能让他们有一餐温饱 对对对对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大家就是相互的 然后把这种温暖送到人间真的是挺暖性的 嗯 那除此之外 其实你们也捐了一些这种防护衣啊 甚至就是口罩啊 给一些前线人员对不对 那总共捐了多少的物资呢 嗯 我们有捐了大概两百多套防护服给医院 然后口罩的话是五六千个口罩给他们 嗯 同时间我们知道医护人员是因为他们吃的饭盒 都是要自己给钱买的 嗯 然后我们就也捐赠那些食物给他们 哦 好伟大 好 那其实你们在这个派送食物跟这个防护设备 还有进行些什么其他的支援活动吗 嗯 就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有跟医院咨询过这个问题 嗯 但是目前就我们所知啦 就是口罩啊 防护服啊 还有食物是他们比较需要的 嗯 然后接着下来我们也是有计划 就是日后的计划就是我们 接着下来可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前线人员的家人 嗯 如果他们因为这个疫情面对什么困难的话 嗯 我们希望能提供他们在生活方面啊 或者家庭成员的教育经费方面的援助 嗯 了解 就是这个资源更加的渗透啦 不只是在这个表面上哦 是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因为我看到你们这边都是派送很多 这种食物啊 粮食啊 那这些都是跟一些私人企业 这样子来挂钩一起来去做这些扇形 还是说其实你们就是来捐款了然后来去做呢 都有都有 就是民众也会捐食物或者捐钱 或者企业就是这样有一些餐厅他们也会捐食物给这些群体的 我们就帮他们把这些食物分发去已经审核过的那些群体 所以就是大家有利出利有钱出钱 所以你们中间都是这个义工在帮忙吗 有我们就是讲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嘛 但是慢慢就有更多的人来帮助 但是因为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其实也是有很多人申请怎样成为这个收费群体嘛 就是申请怎么成为受益单位 但如果是那些比如说先讲一讲 要成为受益单位要怎么申请 特别审核吧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不懂它是不是真的是需要嘛 所以我们会如果是有家庭的 我们就会特地跑上去做一个家房 看是什么情况 背景调查的标准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是那些有兴趣要当义工的朋友 又怎么跟你们接触呢 如果那些有兴趣当我们义工的朋友 他们可以透过我们的UNIHOPE脸书 或者直接联络我的电话号码 就是011-1337-2338 好那大家建议观众都把这个屏幕 把它截图截下来 这个热线是011-1337-2338 是就是可以带来大家一起来出力 然后帮助这些落实团体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陆先生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陆老师加油 你要保重 其实在这次的疫情真的是看到大家 就是大家真的是团结一心 然后就是相互的来一起来抗议 其实真的非常的感动 对我觉得大家尽自己的本分 最好让我们也是尽自己本分把节目主持好 所以大家在家里不会闷着 真的 有节目可以看 或者好好地待在家 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国家做出贡献 说到待在家 我们有一位主持人今天是待在家里的 稍后会跟我们联系 到底是谁呢 不要走开 稍后见 齐心抗议你我同在 是的 那来到今天呢 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算一算我们的主持人方面 好像就只剩下这一位还没出场了 是 我们在逐一 每个星期都有一位活力交战主持人在家里 跟我们分享他在家里 可以这段期间行管令再做些什么的 是的 没错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马上视讯连线在家里的陈丽婷 丽婷 丽婷 哈啰 大家好 哈啰 我是丽婷 哈啰 这个行管令呢 其实还不错 我就在家做两件事而已 一个是运动 一个是看书 我真的觉得 从你今天的整个造型 有吗 就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还穿起了这个运动活 而且我其实在最近 也有看你的那些社交平台 对 因为我每一天呢 你都每一天都很努力在做运动 就是午餐过后 午餐过后我就会先穿运动服 所以今天是要跟我们做什么 做运动示范是吗 听不到 星期五的瑜伽环节 这样是不是交给你 跟他分享 就是 不是 就是行管令期间 我就给自己 你看我做了一个挑战 31天的挑战 就需要连续做运动 所以我每一天都会把自己运动的 这个视频录下来 那我就可以去检验说 自己有没有做对 然后来避免运动伤害 然后自己有没有进步 那比如说刚才你看到的腿押动 一开始我只能做五下 到现在我可以连做25下 所以我的目标是连做30下这样 然后一天我可能会做至少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半之间 所以这些视频就成了很珍贵的一个记录 真的 如果刚才丽婷说到一点 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说可能有时候 我们自己在家做运动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然后就会不小心地受伤了 好像我前阵子就是腰部受伤 就是可能自己在家 做知识不对 对知识错误 所以丽婷 你在家里这段期间的话 就是非常勤劳地在做运动 那其实有没有一些 特别提示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其实我觉得录视频然后放上网 是一个不错的提示 因为在网络上 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朋友给你留言 那你做得好做得不好对不对 都会有人给你一些建议 像阿堪老师也给我建议 就怎么样把运动的效能更加提高 所以我就很开心 就是说你可以有不同的回馈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 难怪刚才一开始我看到你就 第一句我看到你就说 气色不错这样 真的 对对是 然后再来其实除了运动 我其实也有看书 比如说今天我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 就是《成男救世》 我不知道看得到吗 《成男救世》 它其实是一个女作家 叫做林海英写的小说 里面有五个故事讲述她六岁的时候 在北京成男的童年生活 那讲的是童年 但是其实它描绘的是成长的历程 那这本书因为很轰动 所以后来有拍成电影 上海的导演张怡公就把它拍成电影 还在国际上拿了很多奖 小说本身也是亚洲周刊 世纪一百强的中文小说 就是很厉害 然后后来还有绘本 还有这些电影剧照 就讲述她其中三个故事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疯子 叫秀珍 这是英子的好朋友 叫做妞 跟她一样是六岁 但是她就 原来妞跟疯子 其实是失散的母女 可是命运很多 那种人 他们最后就被火车撞死了 然后这个 刚才看到的那个男主角 男生其实就是 大家如果看过《霸王别姬》的话 就会知道她是跟张国荣一起演 那个主角的张峰毅 那她演一个小偷 那这个小偷 其实她年轻的时候不好学 可是她后来想办法供自己的弟弟念书 可是她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 就是去偷东西来变卖钱 来供自己的弟弟上学 后来英子就在自己的毕业典礼上 遇到了这个小偷 然后就发现说原来她弟弟 就是那个杰出的毕业生代表 上台代表全体同学就领证书这样 所以其实英子之前跟这个小偷 对话的时候 小偷曾经跟她讲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 就是说 我其实是一个好人 虽然我年轻的时候不好学 但现在我公正我弟弟念书这样子 但英子那个时候她就不太听得懂 可是她看了嘴唇厚厚的 她想起那个算命先生 跟大人聊天的时候讲过 嘴唇厚厚的人都很敦厚是好人 所以她心中其实在后来 就是这个小偷被警察抓到的时候 大街上人人都骂这个小偷 是一个坏人的时候 她心里其实是有一点混淆 有一点抗拒的 她觉得说其实好人跟坏人的界限 是很模糊很难定的 就像其实她小学的时候 她读的一个课文叫我们看海去 那课文里面就是说 这个蓝天跟大海它连成一线 有时候她分不清蓝天是哪一片 大海是哪一片 太阳到底是从蓝天升起来 还是从大海升起来的 所以她觉得好人跟坏人之间的界定 也是有一点模糊的 所以她看到这个小偷被抓的时候 那时候她心里有一个想法 就是长大之后 我要写一篇自己的我们看海去 这是她电影里面的第二个故事 那这个电影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讲就是她爸爸去世 其实那个故事是从小说中 那个章节叫《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 取出来的 她演她爸爸是一个严妇 那对她是很宠爱 可是有一件事情 爸爸从来不妥协的 那就是爸爸会避免她 就是尽量地就敦促她去学习 那之后就是爸爸生病了 就没有办法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 她有点失望 她领了证书之后就跑回家找爸爸的时候 被她家里的厨子告诉她说 就是爸爸已经不行了 那英子就很难过 因为爸爸很爱种花 那天她家的花都掉落了一地 那英子走过那个院子 要去医院的路上的时候 她就默默念着一句话说 爸爸的花儿都落了 那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 所以这几个故事成长的故事 都是一个告别 告别她挚爱的人 然后就是告别她过去的岁月 但是她也真正的长大成为一个成年人 变得更加的独立 是 我感觉有点时光到 回到去四十年代 丽婷啊 我发现你这个专长 你可以做那个当年的讲古老 龚古龙 就是读了一天故事 然后不再再叙述那种 你去上网社交媒体平台去做那个 今晚开一讲就跟她讲故事 超级共产了 真的挺好的 但是我想要问丽婷 就从看了这本小说之后 你的那个感想是什么呢 你的读后感言是什么 其实跟她里头的一首歌是很相似的 就是这里有一首歌 其实我也把它写出来 不知道有看到吗 它是李淑彤写的一首歌 有点模糊 我念给大家听好了 这首歌是毕业歌 小学都会唱 它说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来 来时莫徘徊 天之雅 海之角 知交伴凌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 唯有别离多 那其实因为这个李淑彤本身 她后来有出家 法号是红义法师 我相信韦彬应该认识她 然后她写的这个词就谈到说 其实我们到越来越年纪大之后 我们的这个知心的朋友 或者知心的爱人 可能会离我们远去等等的 但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 就是难得欢聚的时刻 其实放在现在这个疫情当下的情境 我觉得也是很贴切的 你的感受会更深刻 就是要更珍惜眼前的人和时刻 是 真的太好了 所以这本小说大家有时间的话 真的可以读一读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丽婷的分享 谢谢丽婷 好 那当然在这个疫情当前之下 还是要大家留在家里 自身安全比较重要一点 是的 没错 那在下个星期一 我们的课题 将会和大家谈到这个疫情升温 家暴也升温 是 据说现在这段期间 这个情况期间 据说这个家暴的案件 是逐一 逐日增加的 是 没错 而且在妇女主那里 也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投报 所以下个星期一 我们就好好的来着重来谈这个课题了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发信息 进来 018 37 00 792 是的 那最后的这个节目 就和我们一个这个口罩 要如何正确的佩戴 相信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戴的正确 其实参考一下吧 未必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